嗨 大家好 我是海帶霸 蔣律師 對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律師 所以我們一定要證明一下 然後我是甜菜 今天就是因為我一早就看到我一個很喜歡的藝人 就其實好像是很多藝人會發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就趕快問我老公這個部分 有很多藝人的照片拿出來被盜 而且到的時候我們當下不知道該怎麼去解決 把籃包啊 我們就放在這裡一集 那你們就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他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我這邊就想問那個海帶霸說 他的狀況就是 他只是收到一個粉絲 粉絲跟他講說我有個東西就給你喝喝看 等一下 我覺得你要更真 楊稱為粉絲 他就是來設計他的啊 你注意看他裡面的對話 就某種程度而已 那也算先能跳啊 因為你看喝完之後他還叫他說你多拍幾張照片 那不是就是要做他做事情 就是他寄了東西給他 他就是他喝完之後他要他拍兩張照片給他 用動態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他就好心的就是拍了一個手跟一個商品照片 結果沒想到就被 你看過那個連結他裡面所說的狀況啊 第一個拍限動這件事情 後來他不是就把它做成一個DM嗎 就一個四格的照片嗎 那四格照片裡面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解構 裡面限動的照片基本上 這是我拍的 所以這其實有侵犯的術作權 那術作權呢 當然就有民視的損害賠償問題啦 然後也有刑事的刑罰問題 第二個部分 他是不是又用王思佳 他個人的一個照片 然後跟產品合成 就變成這個人 他前面有個產品 好像他在推薦他這樣子 他怎麼會有王思佳的照片呢 所以也一定是侵犯他的術作權 那就重置行為 就是可能在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就是使用他的照片 再包含了另一個部分 因為王思佳這個人 他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我們從司法實務見解 他會認為說 這有涉及到 民法184條 195條 所以關於王思佳這個人的部分 還有所謂的精神衛福金 喔精神衛福金耶 而且他的收入這麼高 在他們精神衛福金算高了 對他應該會算比較高這樣子 除了這兩點之外呢 還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廠商 他本來透過正常的程序 譬如像說 他要跟他洽談代言 他才可以使用嘛 所以他現在沒有經過王思佳的同意 他就用了他的那些照片 然後讓別人覺得說你是在代言 至少是很多人都知道我們在問 就是由代理長去問他嘛 那代表一件事情 廠商獲得了一個 本來應該要給付代言費 卻沒有付的狀況 所以王思佳可以跟他請求 相當於代言費的不當得利 這是有關民事的部分 所以他其實民事有限動的照片被侵害了 他個人的照片也被侵害了 他個人的照片裡面就衍生出兩塊 一個是著作權 一個是肖像權 然後精神衛福金 然後代言費沒有給嘛 所以民事就有這三塊這樣子 喔就有這三個可以走就對了 對嘿 然後刑事呢其實就在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侵害了著作權 所以有刑事責任 還有可以特別注意到的一塊 所以我發現大家一定都沒有想到 有行政法的問題了 就是公平交易法第21條 也就是說他透過利用王思佳的 限動照片 然後還有王思佳跟這產品的合成 會不會使一般人會產生誤認說 欸你有代言這個 我其實看過那個照片之後 就是那個DM之後 我一定會覺得 那你就是代言啊 公平交易法 基本上它不是在保障王思佳 也不是在保障那個代理商 它是在維持一個公平的交易秩序 也就是說那個廠商 它利用第三人的肖像 造成了別人的誤認 這個好像有經過他的代言這樣子 對 所以這就違反了公平交易法的部分 使人產生誤信 所以它會有一個法則的部分 就在公平交易法第42條 所以有可能 對此它就構成了公平交易法上的 不公平競爭 然後法則是法多少呢 5萬到2500萬 你怎麼可能 就是它是個Range這樣子 可是這種罰則 它主管機關的大了後 不知道什麼狀態啦 就是造成的狀態是什麼樣 在評判啦 但是有關往思佳的部分 假設我今天是這位小姐 因為喜歡往思佳 看到了她照片 看到了那個DM 她去代言 那她會有什麼狀況呢 其實超簡單的 從民事上而言 她給我DM 欸這是我的偶像 她有代言 我信任她 所以我就去簽了那個代理商 所以她是傳遞一個錯誤的訊息 讓她以為說 代言的 所以我才去跟你簽 所以她要怎麼去主張呢 她是主張侵權行為 因為妳傳遞了一個 根本就不是真實的訊息 害我陷於錯誤 所以我跟妳簽約 所以我要請求妳返還 這是民事的損害賠償 那至於刑事的部分 其實從我剛剛的陳述裡面 可以最明顯的聽得出來 它就是一個詐欺啊 詐欺的構成一樣就是 我傳遞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拿 這個就詐欺了 對她就構成詐欺了 因為她就是傳遞一個錯誤的訊息 讓妳以為這是王思佳代言 我信以為真 所以我就限於錯誤了 所以我就跟她簽 然後我把簽給她 可是她那時候她在裡面有說 就是傳訊息給她 失去那些朋友很多 他們說她沒有去警察局報案 可是警察都不理她 我覺得不見得是不理她 而是說 你能夠證明到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譬如像說 假設這件事有王思佳跳出來 她就講這件事情 但是譬如像說 假設 王思佳沒有跳出來講這件事情 你是一個客觀的第三人 有人來跟你講說 我簽了這個 但是我覺得我被騙了 那妳要相信她嗎 就她一個人講 有時候可能 沒有跟警察講清楚 那警察可能也不清楚 這個狀況的時候 比較沒有辦法受 就是佔據資料 你能夠呈現到什麼狀況 其實我覺得是不是不能夠受理就不清楚 因為其實影片中沒有多講 我想問的是 因為這個中間過程是有一個這個 母公司跟一個行銷職公司 雖然現在也搞不清楚狀況說 是哪個公司使用這些資料 然後導致於她就是不清楚說 她到底要跟誰比較 對跟誰去主張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啊 在我們法律的角度裡面 她極其的簡單 因為 她會一直兩個都搞 對沒有錯 她就刑法上而言 就共犯啊 你看這事件 若從我施加說 2019年一直發生到現在 那其實很久欸 她本來應該很困擾吧 不過行銷公司 只是單純在幫她行銷這個產品 她有可能可以脫離刑事案件喔 因為我可能不知道說 妳這是假的 所以還是要透過施法程序 才可能可以抓到說 到底是 她到底知悉還是不知悉 但是販賣的那個團隊 一定是有問題的 今天這個影片啊 就是透過這樣拍攝 讓大家更了解 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去主張自己的權益 會不會讓自己的權益受死 萬一代理商趕快去行政檢舉 代理商最好是用 就是越多越好 大家一起去走這個訴訟 那效果人會更顯示住 第一個現在王世家已經跳出來 說她被騙了 所以就有一個受害者 然後第二個 妳們一起去基地承諾說 她就是透過這個 告訴我說 這就是我們信任的人 她有代言 妳們才限於錯誤 不然 假設啦 今天是我代言妳們 會跟我簽嗎 不要 喜歡我的頻道 什麼頻道呢 你在吧 記得按讚訂閱 再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